嗨 大家好 我是淡皮丹丹 大家平常的保養啊 除了每天的一些例行公式之外 應該也會在一個禮拜找出一個時間 做一些鼻子上的一些毛孔啊 髒污啊 黑頭的一些清潔吧 尤其是混合性肌膚 以及油性肌膚的朋友 大部分都是會想到可能去角質 那有些人會敷那種清潔型的泥膜 或者是青粉刺啊等等的 那青粉刺我們會想到有些人會用那種粉刺棒 就可以用推推推的 把那些看起來黑的東西把它推掉 或是油脂髒污 那也有些人會使用那種妙鼻貼 就直接蓋上去然後撕下來的 那其實之前有跟大家分享過 鼻子上這些黑的啊 不一定都是屬於粉刺啦 是一個叫做皮脂管絲的東西 我們做這種清潔 就可以讓你看起來是比較乾淨的 所以今天就是要跟大家分享一個儀器 算是可以替代這種粉刺棒啊 或是像妙鼻貼的一個工具 就是這個來自康生的一個粉刺機 它的名字呢是唸起來是有點... 不好意思 它叫做愛漂亮 冰溫熱粉刺機 想知道它用起來如何 還有它有一些額外的效果的話 就繼續看下去吧 那一開始呢就先給大家看看 它的內容物有哪些東西 一開始打開就是會有一個它的粉刺機 再來就是它有一個充電線 因為它本身屬於充電式的 再加上它總共有五款不同大小的吸頭 跟可以更換的這個過濾棉 平常是放在這個裡面 讓我們在使用的時候有一些髒物啊 就不會進到機器裡面 也會比較衛生 那這個冰溫熱粉刺機呢 它總共是有兩個顏色 就是白色跟黑色的 那它有幾個優勢呢 可以跟大家介紹一下 第一個就是它的吸力很強勁 但是使用起來很安全 所以正常的使用呢是不上膚質的 然後再加上它總共是有五款的吸頭 分別是有大中小最小以及橢圓 所以可以根據不同的吸力 以及不同的膚質來去做更換 再加上它這個下面呢 有一個探頭 它有一個42度的橫溫 可以幫你做到這種打開毛孔啊 幫助保養品的吸收跟導入 再加上它是有一個冰桿的鎮定 可以在我們使用完粉絲機的時候 做到一個收縮以及緊緻 本身就是屬於有一點點份量感 那它上面的操控也非常簡單 就是靠這三個按鍵來做調整 那第一個按鍵呢 就是它的電源鍵 那打開之後就是按一秒鐘 它就會啟動 你再按一下 它分別是有五個段數 可以來調整它的吸力的強勁度 第二個這個是一個氣氛燈 那按下去之後呢 它是會有紅燈、綠燈以及藍燈的一個氣氛感 那第三個按鍵呢 就是它的冰桿以及溫桿的調整 那它上面也是有一個一鏡螢幕 可以讓你看到 如果是一個太陽呢 就代表它現在是一個溫桿的 那如果上面是一個雪花 就代表它現在是冰桿的 是很淺顯易懂的一個操作方式 那在開始使用之前呢 先給大家看一個非常自然的情況 這是一個大特寫 有一些黑頭啊、粉刺啊 還有一些毛孔髒物 就會黑黑的一點一點的 那在使用之前呢 就是先用乾淨的毛巾 先熱敷 或者是在剛洗完澡毛孔打開的時候 使用效果是最好的 那使用方式呢 就是選擇最適合的吸頭 那打開想要的段數 那一開始可以先從第一段開始 然後不夠再增加 然後就是在鼻子上面 正常速度的滑動 那這個速度呢 不用太快 但也不要太慢 那重複幾次之後呢 就會看到有一些東西 會卡在你的吸頭上面 那洗完臉之後呢 就可以用一點化妝水 然後濕敷在我們剛剛清完的鼻子上面 然後用那個粉刺機後面的這個 冰熱探頭 它的這個冰感模式啊 本身是真的有那種冰冰的感覺 然後就很像是我們去做臉啊 然後做完清粉刺之後 他也會拿一個導入儀 然後在你的臉上 直接做一個冰鎮的收縮 那導入儀 然後就像是我們去做臉啊 直接做一個冰鎮的收縮 那導入儀 輸入完之後呢 整個保養呢 就這樣完成了 後面可以再擦一些乳液 幫助你的鎖水 然後使用完呢 也真的是 確實可以從它的那個吸頭上看到 真的能夠從我們鼻子上 清出一些毛孔的油脂啊 髒污 那也可以讓我們的黑頭 看起來是比較乾淨一點的 那我覺得它在使用上 操作很簡單 就是透過這三個按鍵 那我自己的選擇 是使用最小的吸頭 然後吸力大約是在2或3左右 就足夠吸了 記得那個速度啊 不要太快這樣子動 但是也不要說就是很慢這樣 因為它吸力很強 就會有一種很像是 吸塵器的感覺 就在臉上其實我們的速度 大概就是這樣子 一秒兩秒放 一秒兩秒放 大概兩秒鐘然後就放掉 就是如果就是你臉上 就用皮膚會這樣 puck的感覺 那就會有一顆好像紅紅的這樣子 那這個我覺得很簡單使用 然後可以讓我們肌膚 一週使用一次 維持一個乾淨度的一個儀器 又可以用它這個冰鎮啊 或是溫熱的探頭 幫助做到肌膚的導入啊 還有毛孔的收縮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試試看 這種粉刺機的話 就可以試試看這個 愛漂亮 Bling冰溫熱粉刺機 所以推薦給大家 就可以去試試看喔 下次再見 Bye Bye